美国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 24号正式宣布 将会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 加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预选 布隆伯格在其竞选网站发表声明说 竞选总统是为了击败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美国 分析人士认为 布隆伯格以温和派的身份参选 有一定可能重塑民主党党内预选格局 布隆伯格现年77岁 2002年至2013年担任纽约市长 多年以来在福布斯美国富豪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